你想想今天是什么日子呀 今天是星期三 明天我还有课呢 今天是你的生日 对 我的生日 谢谢您 我都忘了 那你说的重大活动 是给我过生日吗 对呀 没草吃的辣月仰 今天该吃上蛋糕了 爸 一定要今天吗 我们下一个生日再过 行吗 不行 我已经晚了24年了 我不能再晚下去 可 我很不适应那样的场合 过了今天 你就可以坦然的面对全新的生活 为了让你尽快的适应这个新的生活 所以我要亲自为你去操办这个生日爬台 可我真的不容易适应 好了 你不要推脱了 否则爸爸会难受的 对了 小枝 这里有五十万 抓紧时间 给你妈妈寄一下去 这也是我担心的 爸 我很害怕 你用钱来补偿妈妈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也没有让你把五十万全寄回去 你的学校需要钱 你的养父看病也需要钱 再说了 你也有责任回报家里 可这是您的钱吧 女儿有困难 难道爸爸能不管吗 再说了 我们妇女之间 有必要分得那么清楚吗 我知道 我不应该拒绝您 这样好像太不近人情 而且我也知道 我是拒绝不了的 我懂得您的心意 可是爸 我真的不习惯 我不知道 我当了您的亲亲小姐 可能就不再是我自己了 所以我要求你 尽快接触以前的生活 小植啊 你应该去接受高等教育 如果你愿意 你可以去美国 和你妹妹一起共读学位 不 我不敢 有你妹妹和你在一起啊 对了 我已经告诉妹妹了 她听说 你是她的姐姐 她很高兴 我有这个妹妹 也很高兴啊 只是 我不想变成另外一个人 雪儿是无法改变的 中泰董事长的千金小姐 才是真正的你啊 小植啊 你必须适应自己是江云婆的女儿 才能够适应性的生活 我呀 收起来吧 我同意你的价值观 钱是买不回一切的 但是钱都不买来方便 她能让你有时间 有机会 做你愿意做的事情 哪怕再过两天 等我一切都适应了再收 行吗 不 你一定要收下 等一会儿啊 公司的 碎小姐会陪你去买衣服 做化妆 高师傅 你就用这张卡消费吧 不 我不能收 我真的不能适应 爸 你到底想把我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知道你紧张的原因 你是担心 新的秀枝会改变了你和你身边人的关系 一切的马上飞 现在的成为鱼 别紧张 一个坦然的人 不仅能够坦然地面对灾祸和困难 还能够坦然地面对金钱和地位 其实 我更紧张的是 如何面对王红阿姨 如何面对你